欢迎收看 艺术好辣 来 马上欢迎我们四位帅哥美女 好辣艺术团 欢迎 最美的三位特点来宾 哇 超美的 好了 同样的 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热身赛 来 出题 四 担心收入太少 来 请取牌 断 我觉得一会比较多 一就有四票 二的两票 三的两票 你就一个人 你是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女生 不会想 还要想要再享受单身生活 你有可言 小孩 还有家庭 还有丈夫 还要顾及另外一半 你就有很多包袱在身上 那你单身生活 不用享受那么多 你钱赚的给自己花 不用照顾这么多吗 所以当然是 我觉得女生不想结婚 像女生的 其实像女生 比男生还优秀的更多 就找不到另外一半 就退赚自己的 或是一加一等于二的 那不如三成好了 还比较轻松自在 快乐乐逍遥 怕那个老公到时候结了婚 被下楼梯为了炸饱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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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破还忘了 真的 我不要 我不能确定她是爱我一辈子 或者是她能够 她能够这样对我好一辈子 我干嘛要夹 我把我自己弄更惨了 不要 明缺无烂 你何必呢 你何必呢 搞不好她要花你的钱 搞不好她花你的钱 然后到时候真的 真的她会 我已经帮你看好 你下半辈子了 不是啊 有时候结婚还固定比较好 就是一个人 他们说有的离婚 还更麻烦 跟她翻年像仇人一样 到法院去的时候 翻年不认人 还要跟你要财产 分割你一半 就没事做 还要你一半财产 她真的可以开墙墙特别急 我不要 我这样不怀了 她都想不完 好不好 不过我觉得年轻的女生 会觉得这个 好 然后比较年纪大的 其实是会觉得这个 因为你大一个年纪 你也没有什么本钱享受单身生活 是 因人而异 你不能用你的例子为例子 男生也有很多帅哥 可以让你随时召唤 你结婚有吗 那也是你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 比较年轻的 其实他们不太会想要 直接结婚的话 是因为他们还想要 享受单身生活 对 比较自在一点 可是到了一个年纪 当他发现 他即使自己一个人 跑去Pub喝酒 也没有人会来 逼名片搭讪的事 太考虑了 他会是二人 我觉得一 因为像很多男生也是 工作到四五十岁才开始结 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就是男女生都很喜欢工作 然后有些女生能力可能更好 然后像我自己是很喜欢工作的人 所以我会可以理解 我会觉得如果我真的结婚的话 会不会对我的工作 是有任何的影响的 尤其在演艺圈 对 而且如果我结婚 我生小孩 那我是不是这段时间 我都不要工作了 所以我会想得很远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结婚 那我就有婆婆的压力 可能就会叫你一定要 传宗结代之类的 所以那我会觉得 那还不如一个人 就是好好的工作 婆婆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如果结婚 就是叫他去传吧 干你什么事 结婚都算我是爱心老公 要不要生小孩是我们的事情 干你屁事 我觉得男生也不错 你的意见 都不是别人的意见 好不好 真的 我觉得在演艺圈 不管男生女生都蛮辛苦 那其实我们的工作 也是非常的现实 我想两位前辈 一直应该知道 其实女生一旦结婚之后 尤其是我是小儿科 就会看到很多妈妈 为了本来是一个事业 正好的时候 就选择结婚 那她就必须成为 家庭牺牲的那一个人 她就必须花很多时间 来带小孩照顾家庭 所有的责任好像都是妈妈的责任 然后妈妈就是被迫被放弃 她的原来很爱的工作 她就为了家庭 完全的牺牲奉献 那其实以女医生来讲 以我们的整个职业生涯来说 其实我们光是训练 结束大概就三十了 那就会面临很大的考验了 对 你要结婚 还是你要继续往上做 工作 对 而且还想生迁 真的 是不是 一结婚 一怀孕就停滞了 没错 是不是搞不好别人就上来了 对 而且你一直爬 爬到差不多三十五岁 可能是正好的时候 可是女人要生育的时间 就是三五到四十 是最后一波 真的 怎么办 像我也选一 因为最重要 因为我们在元宇 我在元宇 整整四十年 从我们那个年代是什么偶像 有男朋友 有女朋友都不能讲 不要讲 结婚都不能讲 对不对 你看那时候以前刘大华 对 结婚都不能讲 我们从来没有说他结过婚 对啊 对啊 我现在还是 是啊 现在有承认了 小孩子都有 因为内外都有小孩了嘛 对啊 像乃哥你会不会 乃哥你会觉得很不公平 像你也是 早期时间管理大师啊 没有 你们刚才讲的 我都觉得 这都是不正确的 因为既然要成家 就排除万来 不要想那么多 结了婚再说 他自然 我跟你讲 你自然会关关就克服 我认识我女朋友 就是现在老婆 二十三岁 我们恋爱七年了 那个时候 唱片公司也不愿意 我们讲女友女朋友 我们还是照讲啊 结婚也讲了 那不是也就过来了 乃哥那时候算是时代的 你知道我走在很前面 你这是遇到真爱 可是现在没有真爱 没那么好找 真的 你这样是男人 你这样是个性 我觉得是个性 当你不在乎的时候 很多事情反而更顺利 你选择是四 我选择是 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家庭的小孩 大部分就一个 所以我觉得会面临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结婚 然后如果你要生小孩 那你自己原本的家庭 你要怎么样去雇 那还有你结婚的家庭 你的收入有没有办法 所以我会直接想到的 会是担心收入 你好辛苦 因为我家就我跟我妈 所以你还要照顾妈妈吗 我一定要帮我妈妈 想得很周期 在我好之前 我一定要先帮她先顾好 我跟你讲 你找个男人就娶两个 你一个好女婿 就会帮你丈母娘一起照顾 可是我觉得 现在是男生跟女生 大部分 我觉得这个家庭 就是少子化的问题 是男生跟女生 都会遇到的事情 就是可能这不会是 就比如说就女生 没错 就是男生也会遇到 但就我们要独生子 我老公就是 就独生子 没有人可以帮他分担 那也很好 我也不会帮他分担 财产没人都可以分担 我也以为我自己家庭要付 对啊 所以收入是不是很重要 但你要讲 我跟你讲 如果独生子 财产也是他一个人分 但是那要有财产 就是啊 你前面要有财产 如果是负债怎么办 多少也有吧 多跟少而已啦 好不好 而且乃哥这样形容 真的差很多 好来 我们来看看 到底我们这个统计里面 哪一个选项是最多的 是 三啊 什么选项啊 对啦 就靠我的思想 还想享受单身生物 怎么办 其实强强几乎把 前三名的答案 通通的答完 讲了一遍 对 因为就是这个 对象不适合 是 第二名 第三名是 不信任婚姻关系 可能很快就离婚了 一跟二其实在 排名在十二 十三以后 这个问题卡在说 你是调查几岁的 假如你越年轻的 当然是三的答案越多 对 柯医师讲的没错 越年长会觉得说 这个已经算了 不太重要 就已经想要过家庭生活了 对 他可能会 会抢别的答案 会更重要 阶段的不同 不过我觉得 最感动是乃哥 他 他谷口婆心讲了这么多话 不会是鼓励大家 不要害怕婚姻 不要害怕婚姻 不必主心心 反正是带迷嘛 对 你也有带急吗 吓死人了 真的 这个男人都不可信 那是金公之鸟 对 现在男人不可信 台湾像是迷婚日 世界第一名 真的 还有很多就是 真的是结过婚的 像是我们家隔壁邻居 那七八十岁的那种阿姨 然后跟我说 她说这辈子你不要结婚 真的 她很后悔走到这一步 真的 她都这样跟我讲 叫我现在想好享受 我这样想关系是对的 台湾现在很可怜 台湾现在是离婚大于结婚 是 生不如死 就是生的没有死得多 对 好可怕 但是也不要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愿景是 婚姻是美好的 对 好不好 不可能说两个从头结婚 从来不吵嘴不那个 不可能的 那你要怎么样去互相让 互相包容 真的让学习的 好不好 好 来我们现在讨论就是 都是男人 惹的祸 好 我们先来看看 先来看一下 另一半和我骗一场 对 你故事太多了 其实我说真的 我对于男生 我发现男生是 造成我们女性妇科的元凶 他们永远都是代元者 所以我在我二十岁那时候 认识一个男朋友 可是这个男朋友 他那边老是很臭 然后就是我每次真的要 要怎样的时候 我都要叫他去洗一下 然后我就发现说 每次只要跟他发生完关系 我一定会发炎 一定会黎菌感染 那黎菌感染我又觉得 很可怕 因为他那是反复性的 然后我去妇产科 他跟我说 你要拿一百度的烫水 去烫你的内裤 造成那些细菌去完全坏死 你才可以继续穿 不然会反复的感染 可是我怎么样都没办法好 因为跟他在一起 就是会这样 而且是一天可能好了 一天马上又来了 所以那个问题就出自于他 然后我那时候非常紧张 然后我还去验了那个HPV 人类乳突病毒 人类乳突病毒 那个医生建议我就是验一下 我真的还自费验 因为我那时候还不到那个年纪 自费验 然后还验了那个子宫抹片检查 首先是子宫抹片检查 显示异常 我还很年轻 异常你知道吗 那个把我吓死了 我的妈 然后那个 他那个什么 后来他就想去验那个 人类乳突病毒 然后我很紧张 我总共验了 好像有出来四种病毒 那其中有两种 还是一两种 它是比较严重的 然后说吓坏了 那我那时候 其实我对这个知识 也没有到很了解 我记得HPV跟HIV很像 一个是艾滋病 HPV是人类乳突病毒 上网查 这两个就结合在一起 我一直认为 我自己好像得艾滋病 然后我就跑到 就是有一天我就没有打扮 就是尽量 这还看不出来 跑到那黄丝带中心 你知道吗 去匿名 匿名拿一个 检验子 我不敢那么验 我要偷偷拿走 我会买一个检验子 然后拿回家 但是有没有艾滋病 对对对 然后我就 他给我一个像定数机的 那个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刺下去 你的血会跑出来 那阿根就我不敢刺 我跟我妹妹说 妹妹帮我刺一下 我说这个是糖尿病的 因为我们家有糖尿病 所以我们家有糖尿病 我说我爸爸家有糖尿病 所以我在想会有糖尿病 我现在要验一下 我们这个基因 你可以帮我按一下吗 我说我再帮我按下去 然后可以验那个HIV 好险是没有 好险是没有 但是自从那一次开始 就是我发现 我得了这个人类乳酯病毒之后 我还知道男生是代言者 所以后来跟这个男朋友分手之后 我大概一年 一年当中我就是禁遇 然后享受很多男生 追我的感受 你知道吗 那你应该是叫做 我反正又更爱我 你知道吗 你应该是对男友去检查 我跟你讲 我把他去死都分手了 他去传染给别人吧 不是 他自己的 他像很缺的男的 那男的话跟他上法院 是恐无情人 后来结果我就是 医生跟我说 我问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排掉这些东西 或者说什么方法可以治疗 我现在立刻治疗 他说这东西没有办法治 他说这东西是靠你的 所谓的那个免疫力 或是你的代谢率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要调整好 或者吃好的菌 比如说我那一年 我就让他不要 没有任何性行为 没有性行为 之后过一年 就好了 真的好 到现在我还是每半年 我现在还不到我的年纪 我每半年还是自卑 帮我自己做 那个子宫母亲检查 因为有个算议师跟我说 算议师提醒我 如果没有 不好我的妇科 我很容易把子宫拿掉 我就不会想的 我就会没子宫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不行 反正你也不会生吧 我不行 我是要 我是女人 你想生吗 你这辈子 我就是看感觉的 我要生出我自己生的 我自己这个 我也不会说去动软什么的 我不希望小孩没出事 我就要替他花钱 我这感觉就是 我要顺其自然 老天老生就生 老天狗生命天子 他自然就会出现 我不准备不寻求 我就过好自己 大家享受追求 追求我的感受就好 不好意思 我问多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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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有一些内容 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 其实 比方说你说霉菌感染 其实霉菌感染是 潮湿跟抵抗力下降 就可以造成的 是 不必要谁传给你 很多处女也霉菌感染 所以 所以那个用什么消毒 那个烧死都没用 因为你还是潮湿 必须潮湿的环境改善 跟抵抗力环境改善 才有办法解决 对 那另外就是说 他自费去做这个 是很好的行为 台湾一直到目前 还是三十岁以上 才有给付 病毒检测是 不管你几岁都是自费 目前都还是这样 那他病毒大概有 大概近两百型 其中感染是 甚至到大概三十五型 那其中有一群是 那个高危险型 不是说好的坏的 就是高危险 像你说好的那边 也有两个是 那个引起菜花的 那是低危险型 比较不会造成癌症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 子宫颈癌疫苗 不是有两架 四架 九架 就在讲 多少型的病毒 他可以对抗 多少的病毒不同 对 那子宫颈癌确实 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是性行为传染 而且是那个病毒 病毒传染的 对 那你那个病毒 另一半他大部分 也是被另外一个 女生传染的 除非他跟男的在一起 所以就是跟性病一样 他一直这样传染下去 那你去验艾滋病是对的 所以本来就是 认为说你既然身上 有一个性传染病 你就应该要验艾滋病 目前政府政策也是这样子 对 而且你在医院验他 不会叫你付钱 健保给付 另外你一直认为 他什么鸡鸡很臭 那个他除非烂掉 不然那个臭臭跟那个病毒 没关系的 没关系 你没办法这样判断 我说很香 所以他没有病毒 那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想 他想得太明亮了 另外就是这个病毒确实 百分之八十在一年内 就自动消失掉 百分之九十在两年内 自动消失下 但是年龄 如果今天二十岁 可能接近百分之百 那如果你今天五十岁六十岁 可能连六七成都没有 就抵抗力嘛 因为一直下降 所以人体是 确实可以自动把它消灭掉 消灭掉 这些病毒 对 但是所以说 因为它的抹被异常 可能是很轻微的异常 那又感染病毒 这么年轻人就会跟他说 你不用处理 你只要抵抗力好 怎么抵抗力好 睡饱 运动 多喝水 多吃蔬菜水果 或者多吃点维他命 就可以改善 对 多运动 心情愉快 其实默菌感染是很普遍的 因为我们属于亚热带国家比较潮湿 对 亚热带地区女孩子比较容易默菌感染 因为闷嘛 要潮湿嘛 对 而且如果常用护电的话 更容易 你们要看欧美的国家 好多人几天不洗澡啊 下面都通风 是不是 他们很干 因为他们比较干燥 所以他们身体比较不会有异味 对 那我以前看到一个病例 跟他类似 不过比你更凄惨 所以听一听你应该比较安慰一点 他来找我是七十几岁的 他说他下面好像长一个东西 我说我七十几岁 听一听好像不太对 我一看我说这怪怪的 我切片一下 外因的原胃癌 引起癌症 他说这怎么来 我说这个传染病 传染病 对 传染病毒来的 我说那你先生呢 他说我先生去世二十几年了 我说你二十几年 那你这个病毒 怎么来的 我说你没有在乎 他说没有没有 都没有别的对象 没有没有 我说不过它可以存在很久 可以存在几十年都可以 而且这个病毒造成子宫颈癌 大部分都三四十岁 四五十岁 可是它造成阴道癌 外因癌大部分都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这样子 它可以存得那么久 对 那还好子宫颈癌 比较多 阴道癌外因癌比较少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子宫颈癌 这个HPV的病毒 可以造成的 所以现在其实不认 不只是女生 男生也应该要打 因为他可以预防阴境癌 肛门癌口腔癌 喉喉癌这些东西 各位知道那个麦克道格拉斯 不是说他当初 他得口腔癌 他就一直说 因为他常常口交造成的 我这位 这个七十几岁的老太太 他子宫切除 当年是因为 这个子宫肌瘤 子宫切除 我说不然你还有个子宫颈癌 因为他后来我帮他看 硬道还有 硬道原胃癌 零期他就两个 同时两个癌 那虽然硬期好 因为这个时候还不必做什么手术 用药物就能够把它处理掉 这个有时候 这有时候每个人的那种 应该讲他的DNA里面 有些他可能这方面病毒 他比较容易 对 对不对 就是说你的 你比较没办法对抗这个病毒 别人他比较能对抗 可是你这个没办法 用这样想 是 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它 一个打疫苗第一关 第二关就是做抹片 或者做病毒检测 还有使用保险套 这些都是方法 而且现在政府50岁以上 做什么 直肠镜 就是大肠镜 什么子宫抹片 这些都免费的 所以大家鼓励大家 其实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 对 尤其这些是很简单 它没有侵入性的 对不对 像疫苗我就觉得像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 他是打大学的时候 他打的是试驾 然后后来他就是近期 他就跟我分享 他就跟我说 他结果还是有染到 就是病毒的其中几号 但那几号是没有 刚好不是在那试驾的疫苗 包含在里面 可是之前我也都不晓得 因为就是只打到试驾 我没有再继续打 我就听他讲之后 我再重新再去 现在试驾 对 而且他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 目前疫苗的效期 超过十年的 就有效 超过十年的 所以打一次你看 可以 可能十五年都有可能 十五年都有可能 可是医生很多人说 更年期后 酒驾就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他的临床试验 当初只做到 有一个研究做到45岁 有一个研究做到55岁 所以目前那个卫妇部给的试驭证 就写九岁到45岁 但是不表示你464850岁就没有效 不是只是他抗体降低一点点 还是有相当大的保护效果 不过我们有时候 临床碰到很有趣 一个六七十岁跑来说 他要打疫苗 他说他女儿也打 媳妇也打 孙女也打 为什么我没打 他说等一下 你那个还有没有 他说没 早就没了 我说那不用打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没有人可以传给你了 因为我们 没有互相的接触 没有接触 其实很多人会说 那是不是信息位以外都不会传染 没有这么严重 对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确实我们在厕所的门把 也有可能 那上面都有没有错 可是他有了以后也要去摸到 那个位置 或者摸到你的 或者摸到他的 所以我才说 男生上厕所 一定要先洗手 因为你没小心就自己 又去摸那里 然后又传给对方 那像我们都不用洗手 进去就这样 出来这样都不会碰到 为什么要不要洗手 怎么会 都要平拔 对 进去出来 都是碰到自己而已 没有碰到别人 女生就是可以带男朋友 一起去打一下子宫的疫苗 对 真的很好 应该的 因为像有这些疫苗 真的带给大家很多安全 对不对 我是有一阵子 我也蛮常去妇产科的 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我是一个 泌尿道非常容易感染的人 其实很多 你还是很多 可是我觉得泌尿道感染 真的是有一种 生不如死的感觉 因为他真的是 比牙痛还痛 就是你那一天一整天 基本上不用工作 作力难安 很痛苦 你会一直觉得你好像 它是不是里面像灼热感 对不对 尿尿的时候有灼热 但是你没有想尿尿的时候 你会一直一直觉得 我好像要尿了 然后你去厕所 其实没有 去厕所 然后发现什么都尿不出来 然后两滴又很痛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 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没有办法 我们一定会很长时间的憋尿 所以我有一阵子就是每个月 我都要去妇产科检查 然后有一次我去检查的时候 然后医生就说 你真的不得了 你整个膀胱腫起来了 他说如果你在 他说你怎么撑得住 因为我那时候大概撑两天 你再撑下去 你可能就要开刀 真的 因为他觉得这种事情是很小 但是很小 你一直拖就会变得很大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害怕 然后后来我觉得 我有种久病成良医 就是我如果开始有一点点 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开始 因为他喝水的时候 就可以让你的这个 就是症状比较改掉 细菌排掉 然后之外就是你一直吃药 我就会靠吃药来压 但是你狂灌水 然后不上厕所 没有 狂灌 然后狂上 要一直上 就是你不能不喝 你就是不要憋尿 像我太太这个 从小就叮你们孩子 尤其叮你女儿 不要憋尿 我之前是遇过一个 三十级正年级女性 我遇过她四次 第一次遇到她 半夜两三点的时候 要来挂急诊 我说怎么样 她说她觉得她肛门很痛 应该是痔疮再痛 痔疮很少会半夜痛血 而且她也不是 我说你是大便完之后 再查到会痛吗 她说没有 那她就说 帮我打个止痛就好 她打完止痛才知道离开 所以我检查一下 结果发现 她只有一个小小的内置 说你这个 好像也不是痔疮的痛 然后她那时候已经打完药 她说好很多了 她就要走了 然后就第二次又遇到她 也是半夜也是一两点 她跑来 我说你怎么了 跟上次一样 我说所以你到底是肛门痛 还是下体 阴到那个地方再痛 还是你尿尿会痛 然后她也搞不太清楚 她说你之前有没有这样子 她说她有这样子 那就是打个止痛药 她觉得比较好 然后她会这里再去门诊检查 可是那一次把她打的时候 她还是很痛 所以我后来照会妇产科 妇产科 妇产科 她看了之后说 你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感染 然后小便也是干净的 没有检查出任何异常 也没有黄体囊肿破裂 也没有软肠囊肿 全部都没有 第三次又是半夜一两点 然后她就跟我说 医生我真的很痛 可不可以先帮我打个止痛 我不要再检查 那一次把她打了之后 她还是很痛 我说好了 我再找妇产科再帮你看一下 对应该是每次都跟性行为 还是有点关系 后来妇产科学弟又下来看 她说真的没有看到什么 跟上次一样都还好 她说就稍微脱脱出来 不过这个一般 应该也不会这样子 痛成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她那女生就回去了 结果后来又半夜 又遇到第四次 第四次她说 医生我跟你说 我找到原因了 我说什么原因 她说上次你们妇产科 那个医师年轻那个不是说 我可能是子宫脱垂 然后我说对 可是她说你那个轻微 应该不会造成这种疼痛 她说没有 我跟你讲 我上网去爬文之后 我就找到一个专门看 子宫脱垂的医师 她也跟我说 应该很少见 不过不可能 可能是 然后她就叫我说 要不然你就做一些改革运动 然后做一做 她说她做一做之后 她现在以前痛起来都会十分痛 然后后来差不多三四分 那我说那你 你是不是每次跟姓玄 都有关系 她说对 我说你有没有跟你先生说 最神奇的就来 其实我在我们急诊那边看过 她来急诊七八次 每次都半月一两点 对 我说所以你这个都是 跟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她说对 那你先生你没跟她说吗 我说没有 我都跟我先生说 我是膀胱发炎 因为她说她不敢跟她先生说 怕说了之后 你又现在不碰她了 对 影响夫妻感情 那时候我有建议她去做 肛门直肠镜 可是后来我就没有再遇过她 我们接下来继续 而来分享的是 男人惹的祸 吃生马肉肠胃炎 这怪有什么男人 这个 我跟你讲就是男人惹的祸 因为我觉得男人就是很喜欢 不知道展现自己的雄风 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老公Michael 上乃哥节目 麻将打很烂的那一句 是 我知道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到哪里 他就很喜欢点一些什么 生蚝 生鱼片 只要是生的 他为了要让你幸福 他让我幸福吗 其实我觉得也还不用 不用 太多了 太多了 他好喜欢点这些 尤其在国外 譬如说我们去澳洲好了 你早上早餐一个buffet 或是路边他们有很多海鲜 他们的生蚝都很便宜 可能才一澳什么的 我老公一次一个早 一个早餐的buffet 他可以吃三十颗生蚝 天哪 他可以 他就是拿生鱼片跟生蚝 然后他每次一看到我拿什么 他说你拿什么 炒面 炸虾 你这是什么 赔钱货 出国你吃这些东西 吃一些便宜货什么 鱼角 我也想把这种旅费赚回来 对 他就说你吃一颗 我真的没有办法 像他吃成这样 他一个早上吃三十颗 吃到你在他旁边 他嘴巴讲出来 都是生蚝味 我都不清楚 那是他的糖味 还是他的生蚝味 很有魅力 看起来就没有魅力 爱这样 那我每次就是被他骂 然后像我们带着爸爸妈妈 全家去日本旅游 然后去日本第一 我们一下飞机在居酒屋第一餐 他就是生鱼片 然后生马肉 他就一人 他就点这样两个人 这样一盘生马肉 然后他就跟我爸爸妈妈说 妈妈你们这个一定要吃 你们真的没有吃 都没有来过日本 一定要把它吃吃看 然后生马肉大家就 好 然后大家就是被他逼着 逼着肠鲜这样子 在那个日本 当天晚上回家 我跟我妈两个人 就即兴肠胃炎 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家 被他逼吃生马肉 然后肠胃不是 因为整桌都冷了 我妈还说 我很少吃这么凉 整桌都是凉的 然后我们出国的时候 我老公也很喜欢肠鲜 就是当地有什么特产 特产 特别的东西 他就是很爱呛这一句 你没吃过 你就算没来过 没有来过 对啊 一定要吃 你下次又不一定会来 你不吃 你回去怎么分享 他真的很适合去主持什么 大冒险王什么 然后你知道我们跟他出国 他那一次就逼着我们吃那个 烤蚕涌 然后跟活虾 蛋白质很高啊 烤蚕涌有那个照片在那边 好烤蚕 而且他的烤蚕涌不是韩国的炸蚕涌 他是烤 然后这是活虾 真的会爆漿的 他里面是软的 他里面是软 就是一咬会这样 他不是炸的整个酥酥的 你还像那个什么蚕豆腐 他是烤 所以他的蚕里面是湿的 他的内罩是软的 是软的 会爆 所以你一咬下去 他整个就 吃那样爆到你 这好像游戏节目的惩罚 就是你在喝垃圾水的味道 我真的是游戏节目 我老公就说 我老公就给我点一串 他就说你这三颗 你不吃下去 你就没有来过这里 然后那个活虾也是 他的活虾 你看那个活虾脚很长 对 他是他摆在那个碗里 他是泡在醋还是什么 黑醋里面那种 那种香汁 然后他的脚都是 就这样子一直在动的 然后你把它拿起来 他脚也是这样 有生存活虾 对 活虾 他脚也是在外面 我就说 请问这个脚是要拔断 只吃身体还是什么 然后当地人就说 他脚很长嘛 那你就塞不进去 所以你咬他的时候 他脚还会塞 好可怕 然后我老公还 你老公是不是吐住啊 而且他很过分的是 他还跟我女儿说 你看 你吃吃看 我女儿那时候 也不过才三四岁 然后我女儿也就不宜有他 就被他爸爸骗了 他爸爸就喂他 他也就吃了 然后过不久 大概五分钟左右 大家还在吃 我女儿直接坐在那婴儿椅上面这样 直接吐 直接吐 我女儿直接吐 然后就开始发烧 就是微烧这样 那你这个妈妈也有问题啊 那三四岁小孩就要吃生的 对 他就叫我女儿吃 然后他就说出国啊 没有关系啦 然后我们就是都会带着胃药 所以我们全家 你一定要吃到 吃胃药就对了 那应该要带馅头 带馅头 带馅头 这都是你们找的男人不是我 好不好 老公是神队友还是租队友 这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们儿科一次常常就在处理 除了就是你老公是神队友 租队友的问题之外 然后另外就是婆媳问题 那像我在急诊 就遇到一个三十岁小孩 半夜十二点多 妈妈就带三十岁的小朋友来 还说 我想说发生什么大事了 为什么要收留你们呢 那西文之下才知道说 这三十岁的小朋友还刚上幼稚园 那本身他的生长曲线都压在 那个三个人左右 这算是比较低的 然后家里的人就很在意他营养的问题 这样子 那好啦 他去上学啦 就有小感冒 食欲就更差 那食欲差的结果呢 家里的长辈 尤其阿嬷 就逼着他 一定要吃 他说 没吃没应用啦 就逼着他吃 小朋友就肠胃道在发炎啦 吐完阿嬷就继续喂 吐完就继续喂 然后就这样子连吐了两三天 那妈妈真的受到妈妈崩溃 因为洗床单洗衣服 洗到整个崩溃 然后爸爸就双手一摊就说 没有办法 就是听妈妈的这样子 就是听婆婆的话 然后妈妈就来 他就很焦虑 他就说 医生拜托你一定要收留 我们说好好好 那我们就把小朋友就是留关 在我们的急诊的留关床这样子 六个小时以后 就是没有人来打扰他们 也没有阿嬷来逼他吃东西 其实六个小时之后 小朋友就可以正常的喝水 清肠胃了嘛 对啊 然后所以真的就是 爸爸是神队友 猪队友真的很重要 就爸爸如果当时候 出来挡一挡 就说好啦 妈 就不要 小朋友那个肠胃炎 就让他休息一下 没有爸爸就在那边绑腔说 妈妈讲得对啦 你就拼一下啦 什么这种 看到这种 每次门诊看到这种 我都会觉得 这个实在是 这种男人 老公都会拍一个了 好不好 对 这奇怪 这种基本常识 像我们家的狗 有时候可能 我们常回他一些零食啊 吃到他会吐 吐了我们就 这段时间不要跟他吃东西 让他轻轻尝胃 对 他休息一下 连狗我们都知道这样 对 还讲人 乃哥 你真的很会顾狗 还是有机会我帮我家 你帮我顾 你帮我顾 我也 好吧 来 我们去要分享下一个 好 再来是 肥皂不见说我吃掉的 肥皂不见说我吃 谁吃肥皂啊 我 这是我的故事 你的故事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生时期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一开始 是真的人缘蛮好的 但因为那时候我有一阵子睡不好以后 我见个人就变成肉肉的 然后我觉得 肉肉的人很可怜 因为有时候你假如 任何食物不见 你就是要去背黑锅 而且你没办法反驳 别人就说 你那么 你那么肉一定是你 有一次洗 他们洗衣服 发现他们的肥皂也不见了 他们说是不是你偷走的 然后我想说 奇怪 就是 就是我吃巧克力就算了 但我怎么可能会吃肥皂 就是我那时候心里很糟 会觉得 我也想要好好的吃东西啊 因为很难去控制你的口腹之欲 但是我也想要好好维持我的体态 因为如果不维持 好像你就交不到更多的朋友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其实心情蛮糟的 所以后来我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就找到一个就是辅助品 而我的辅助品就是这个 TRS烧卡定 而且它顾名思义 就是TRS这个运动 其实是很多女生都会做的运动 它是全身肌肉都会用到的 然后TRS它是可以帮助你的体态 然后变得很完美 然后你在做五分钟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好像 就零过雨一样 然后暴食的 这家公司呢 其实他们的产品 我之前有推荐过奶昔 它也是喝一喝 就会帮助你的新陈代谢 他们的奶昔很好喝 对 而且他们家的产品 全部都是韩国体态中心研发的 就是专门对那一种 就是运动可能没那么充足啊 然后代谢没那么好 然后又想要好好维持体态的女生 对 然后我就觉得蛮适合我的 像我自己现在有在运动 然后平常在家里吃东西的时候 我会比较去挑东西吃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录影上节目 我们没办法选择 就是只能吃便当 那有些便当就蛮有的 然后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常 在那个别的节目一直在做运动 像我收工的时候 我都会去吃麻辣锅 就是因为队友找 你会觉得不去不行 但是吃麻辣锅就很容易觉得 天啊 我运动这么辛苦 这样吃麻辣锅会不会就让我运动没效呢 所以我在吃麻辣锅之前 我都会吃这个TRS超卡丁 然后当我的辅助品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在吃麻辣锅的时候 我的胃口就会变得比较小 而且我吃完啊 我隔天还觉得我的代谢非常的好 而且穿衣服啊 也不会有那种厚重感 也没有那种囤积感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就状况 保持得很好 衣服也很好看 之后来我就会跟我朋友说 我们其实可以先吃一个这个 像我朋友就会担心说 会不会不让人要不安之类 我就跟他说 他里面的成分是有那个 就是像我们的额茶树 大家都知道了 还有超级那个藤黄果 还有它的那个 烟碱酸葵 还有那个葵花萃取 那其实这些呢 都是纯那种植物性的萃取 所以吃的话可以让你很心安 而且这些东西都是可以 帮助你的新陈代谢 像我平常都会去健身房 然后我就会定期的去量 我的体重跟体质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我的素质呢 都保持得还不错 就是像这样 就是我每天吃六餐 我觉得我状态是 六餐 真的 我现在每天吃六餐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 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是很怕吃锅物的人 因为我觉得一吃锅 你会一... 不知道什么叫饱 边吃边聊 不吃不绝都不知道吃饱几锅 真的 很可怕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在吃火锅 当宵夜或吃宵夜之前 你先吃几个 然后你那一天 你就可以吃得比较少量 卡路可以燃烧得比较快 对 所以我就推荐我所有 就是想要保持好身材 但是又运动量可能比较少 然后带一些可能比较差的女生 我觉得是蛮适合大家 其实像我们现在 如果很多人想要控制体态的话 会想用各种方式 那甚至有一些人是 可能觉得他连吸空气都会胖 喝水都会胖 是啊 那其实这个真的也是 跟我们天生的基因有一些关系 那有些人天生就可能会因为 胰岛素分泌量的关系 那可能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碳水化 比较容易变成脂肪 然后累积在我们身体里头 那或者是 飲食的不均衡 然后让我们的所谓的一个血清素 可以让我们有饱足感的这种荷尔蒙 就是分泌也不足 所以就变成说你有时候不是真的饿 你只是很想去吃东西 那所以其实像刚刚小猪讲 有时候你可能做了很多一些运动 或者是可能你平常已经在控制饮食 然后又突然有 很有邀約想要吃踏餐 然后吃锅 想要维持好自己人际关系 的时候 其实你如果更压抑自己不去吃 其实反而会引发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 压力性肥胖 所以其实就可以像小猪这种 聪明的就是 适当的使用一些辅助品 来帮助我们控制 因为其实像刚刚小猪讲的这里面 它就我们所谓的葛花翼黄酮 那这葛花翼黄酮 还有我们的一个烟碱酸隔 它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增加我们的一个新陈代谢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就是 藤黄果的萃取物 那这个藤黄果萃取物 它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它可以帮助我们 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形成脂肪的过程当中 它去把它抑制掉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不会有太多的一个热量 囤积在身体里头 那第二点呢 它也可以帮助我们 合成我们所谓的血清素 那这个血清素一旦就是足量了 那我们的饱足感就有了 就变成说是 我们不会想要去乱吃东西 所以就是第一个 控制热量的进来 然后再来就是 让我们身体 不会有多余的脂肪材 那你在控制体态 你就会变得比较轻松 那像里面也有那个 所以如果说 你就是有在控制你的体态 然后又不想要失去一些 吃美食机会的时候 就可以学小猪 就用这种聪明的方式 然后帮助我们来调整自己的体态 对 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是 打疫苗不是好事吗 对啊 是不是 干嘛疫情产 可能会不舒服啊 不舒服 腹中的大家都知道啊 那这个怪什么男人 这不能听 对啊 这是不能听那个排气很烂的 那个Michael讲话 这样子啊 打疫苗就是 打疫苗 那时候要打疫苗的时候 人家都说 分开打 因为搞不好有副作用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想得比较周全 女生都这样 我就问我老公说 小孩子要不要先送给长辈顾一下 因为我怕我们就是 两个都有副作用 然后我们自己的工作 是不是要先暂缓 我不要接什么的 我老公就说 哎呦 拜托 一切照常 你不要这么害怕好不好 这也没什么 你也不一定会有副作用 搞不好你就活跳虾 搞不好就是 对啊 你搞不好都可以照跳虾 一言一言副作用都没有 不用担心 对 不用担心嘛 他说你想那么多干嘛 他说我跟你讲 只要我们两个人错开来 我先打 然后你 如果我们两个互相有什么副作用 也都差不多 因为大概各三天嘛 然后我副作用完了之后 你再去打 然后我副作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照顾我 然后或者是你有副作用的时候 我就可以照顾你 然后两个人也都可以 分别来顾小孩 我们就照原本的生活 就老公哪里找 不用什么请假 不用把工作往外催 不用麻烦到长辈 对啊 他说我身体很好 你不用担心我 然后他是不是先去打 我晚他三天打 他先去打 打完以后他跟我讲说 我就跟你说 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就说 可是疫苗副作用 不是要八小时以后吗 他就说不会 他说我现在连手酸什么都没有 他就拿了一瓶啤酒喝 因为第一季七月 七月多的那种 他就开冰箱拿了一个啤酒喝 喝完了以后 大概吃晚餐的时候 他就说真的耶 想睡觉 没有什么感觉 又再倒了白酒 白酒喝完一杯以后 他晚上睡觉前 自己倒了三杯高粱 然后在床上滑手机 然后三杯高粱在这边 半夜开始发高烧 半夜 我跟你讲 他在喝高粱的时候 我就说 我觉得你不要这样子 不尊重疫苗 我说你这样太轻忽 他就说我跟你讲就没有事 我说不然 我说好 那不然的话 你吃一颗 维他命C好不好 就是补充一下 他还瞪我一眼 想说 那凉泡才吃那种维他命C 我说我都拿到你面前了 我说我都拿到你面前了 你就吃 所以他还很勉强地 把那颗维他命C 把它吃掉 好 他半夜还是发高烧 而且他发这个高烧还不得了 他烧了五天 他算久了 他算久了 烧到第三天我都去打完疫苗了 他还在烧 那你还要再照顾他 对 但是我就只有微烧 我大概都到三十七点二 然后三十七点三 然后我就大概吃一颗就是止痛药退烧药这样 然后我就要照顾两个小孩 然后因为我的工作我也没退 所以我还要上通告上工作 然后我还要再照顾他 因为他烧了很久 他是他是他是副作用到 他完全没办法起床 他起来之后整个人是这样 这一种的完全没有力 所以他是完全不能雇小孩 帮小孩做 然后家事没有办法做 然后我就要照顾他 我是自己吃了退烧药之后 我就雇他跟两个小孩 然后就是因为他说他身体很好 我们两个错开打 小孩不用请假 工作照常 就是听他说的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样婚姻还会威胁 就是要靠我 这男人 男人半戒 要靠我 是不是真爱 我觉得你老朋友 打完疫苗就喝酒 他老朋友可以跟我做朋友 我也是这样 我跟你讲 我注重很重 我第一 我今天认为我绝对没事 然后我那天我们还下高雄工作 下高雄工作 我到那个饭店的时候 而且饭店还不错不错 就我怎么这个冷气 喝一下喝一下 没有没有 我还没喝 我就觉得温气好像有点冷 知道吗 我得调 调热点 他们跟我说冷气 调到最高了 我还在冷 你知道吗 我开始发脱 呼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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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半夜很痛苦 你知道吗 就隔天我去工作 这发的高烧去了 但是我觉得不行 我不想再继续跟这个抗战 那么痛苦下去 你知道吗 我晚上去看了高雄的最厉害的夜店 我只要去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还会这样 那高烧他这样 会不会让我进去啊 你要想热舞一下 对 我热舞 我以毒攻毒 但我在那边一直在闷在那里 我的痛苦 我自己心也痛苦 我身体也痛苦 那我进去里面 我跳个舞 这样子是不是没事了 酒尾喝啊 然后我继续跳一下 哇 头都热的 我继续跳 跳完之后 回 回来 隔天 没事了 真的 当天刚打完八小时后 发作那碗最辛苦 所以隔天我告诉我自己 一定要玩到底 再怎么样都要玩下去 这样才能够分散注意力 这是一个方式 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个好处 就可以看出哪些人有什么病 你应该有假抗的问题 其实很多网络乡民他们都说 打完疫苗之后最好的杀菌的方式 其实是喝酒 真的吗 不过这个当然是错误的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真的 当然是错误的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希望 就是民众要多休息 然后我们有 可是其实这个真的很多人会问 因为我们现在最近也是疫情又开始 对 然后我们会接疫苗诊 然后昨天就去 我们又打高端又打莫德纳 就叫阿伯打完之后 他已经出去了 然后那个其实场地蛮大 他出去之后又绕了五分钟 一直跑说我还有问题要问医生 然后就问什么你知道吗 我又听了 你不是要问什么疾病的问题 没有没有 我晚上可不可以喝酒 对他们就说 可是我朋友都说 打完疫苗就是要喝酒 是 对啊 可是就有点怪 这个不要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吧 对啊 而且通常像我 我那一次打疫苗 打第一劑的时候 我是下午打的 可是我整个作用发起来是在半夜十二点 然后我那时候本来想说 我没事吗 我还半夜在那边看片 这样很开心吃冰箱 这样 然后结果我开始洗澡的时候 我边洗边吐 吐啊 对我超级惨 蛮惨的 对我是吐 然后重点是我后来开始发烧 我就烧到四十度 而且我的关节超级痛 睡觉会觉得脚很脏痛 然后脚都有点肿肿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这样讲的话 我觉得大家一个终结啦 疫苗真的很多人讲 年纪越大 反应越小 年纪越轻 反应越大 那我之前是遇到一个就是还蛮悲情的一个妈妈 那妈妈差不多三十几岁 那她来急诊其实是被小儿科病房的护理师用轮椅推过来 推过来的时候她就一边推她就一边吐 然后手上就一直捂着 那小儿科病房护理师就说 她刚刚就是在小儿科病房整个就晕厥就跌倒 然后头上撞了一个应该有这么大吧 一些心形的一个伤口 对 那我就说你记不记得你晕倒前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什么胸闷心悸 还是最久没有解黑变什么的 就帮她问了一下病死 她说没有她都没有 没有什么不舒服 她只记得小朋友在哭 然后她从床上一起来 就不知道人了 那后来在恢复意识其实已经被推到急诊室 中间她都完全没有记忆这样子 那因为她一直在吐那有一些脑震荡的情形 所以我们担心会不会有脑出血的情形 然后就帮她做检查 还好电脑断层没事 那就说你这个伤口我们处理一下 她说医生可不可以处理完伤口我就要上去 因为她小孩子四岁多吧 在我们的儿科病房住院 那因为她小朋友是 可以烧到三九四十度烧五天左右 那个家属真的很累 而且那个妈妈她老公是胎伤 所以在大陆 然后公婆年纪又大 然后她自己的妈妈又是在南部 所以她就是一个人就是要照顾 对 照顾 然后她小孩子今天已经到第四天 她这四天她只睡了两个小时 我说一天睡两个小时很辛苦 她说没有 所以后来其实检查也还好就轻微贫血 不过她真的就是因为真的太疲倦 太操劳了 真的累 累到晕倒 真的是累到晕倒 我说可是你这样一直吐 要不要再休息一下 没关系 你再帮我打一个子吐 我要上去 这个妈妈 好伟大 我希望这个台商的老公 好好的珍惜这位太太 对 好伟大 好 今天什么千错万错 都是男人的错 好不好 那为什么我们变结婚了吧 对... 讲了婚 讲真的 女人真的很辛苦好不好 当然每一个女人都希望成为好太太 好心思 当然我们希望男人也能够成为好丈夫 好男人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得最开心的自己的人生 也大家呢 都能够平安健康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收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快点选旁边的影片哦 我们先ле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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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